可以登进去吗 我看一下 登陆失败 好 可以了 对 请进 你好 阿姨你好 我是周宁 行 你的那个卡 这个卡给你 好 我今天就是来看一下 我这边肚子就是有点痛 你知道吧 痛到还好可以忍 问题是昨天晚上去喝酒 就是稍微有点醋 我平时喝酒都不醋点 我觉得我的身体有问题 你的出生年月是 要97年的 97年几月 97号 9月7号 对 然后今天起来吧 就没啥胃口 也没啥力气 就比较难受吧 我想要来看医生 你第一次痛是什么时候 半年前吧 还差不多 半年前就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什么 以泻炎 然后呢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我想 这一个星期好了吗 就又开始喝酒了 你是最近 也是因为喝酒喝的比较多 出院以后 大概多久一次 喝酒吗 几乎每天都喝老酒呀 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你现在发作 然后现在还疼吗 我看你的状态还不错 对 就是有可能见到你好点了吧 但是隐隐作痛还是有的 这个痛也能忍受 就是喝酒喝不下去了 疼的 我是医生 给你的建议就是 这两天先别喝酒 我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 你别喝酒了好吗 健康重要 我工作压力这么大 医生 你工作压力 肯定也很大吧 对 我选择睡觉 我选择睡觉好吗 你多睡一会儿觉 两个人在吵架 对 完全说服不了病人 我觉得就是一线人 你现在痛 但是他有些时候 可能会变得严重 我先给你开点检查 你不介意吧 检查是吧 对 那做什么检查 我先给你做一个 腹部的B超 好吧 这个比较便宜 我跟你说B超不用做 直接做CT吧 行 那可以的话 那我就给你做个腹部的CT 一下被拐走了 医生 你好 我看一张拿出来了 行 我看一眼好吧 看一下你的片子 你看 你这一块的话就是比较偏大 所以说明你的椅尾 然后有一个囊肿 腺体的话就是 它是考虑一个假性的囊肿 但是还好这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那么危险 现在的情况的话我估计 良性的病变比较好 我现在给你开一点抗生素 就是给你吃点头包这些 广浦腺的抗生素 把你的炎症消下来 就吃药是吧 对 然后如果你疼的话 我还可以给你开点止痛药 我现在这个情况 不住院不开刀也没关系 就先吃治药对吧 可以 我要吃几天 你先 这个很不确定 我们一起看一下用药指南好吧 这个 因为这个的话系统里面他没有说 你说你怎么还要看用药指南 那我敢吃吗 你都要看用药指南 没事看了用药指南以后就 那我相信你还是相信用药指南 你说 这个好尴尬 头包他定 这太尴尬了 你说你还看用药指南 颜主人已经在 颜主人在后面替他尴尬 乐了 颜主人太可爱了 用药的方法 我也不知道再差点 你先吃个十四天吧 十四天 抗生素要连续吃十四天 我看一下 人家我上次那个医生素 你抗生素最多只能吃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吗 那就吃一周饭 我的天哪 谁是颜主人 谢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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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讲得很快 讲得很乱 但是你整个思路理一理 我感觉他的主要矛盾就是 你不用跟我说的 你冷静的自己想想 他自己也要崩溃了 他肯定压力也很大了 我们看都快要崩溃了 应该是 应该是 徐超在给自己听心脏呢 哈哈哈哈 小超 小超 加油 加油 哦 外国患者 要用英文的 所以 我 我不好 你讲英文吗 是的 我可以讲英文 你可以讲英文吗 是的 是的 我的问题 是 我的脂肪 它开始伤害 今天早上 今天 今天 因为它伤害了 真的 你可以说 你的疼痛吗 我问你 是 疼痛 还是 疼痛 是 似乎 似乎 所以 你能告诉我 是 对 我不确定 是 这里 我的脂肪 好 好 我们这个小超 全程都是很熟练的英语 在专业英语上 也非常好 我可以看到你的脂肪 是不错的 你有一点的疼痛 你感觉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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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我认为 我认为 可能是因为 昨天 我去餐厅 餐厅 你吃什么 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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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 我们也有酒 我朋友们 因为 我知道在中国 你有一个说明 周末 不喝酒 人生路白走 是有这句话吗 有 我都甚至没听过 对啊 好 我必须告诉你 这种问题 是很普通的 普通的 对 特别是 吃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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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感觉悲惨 然后 有什么事 跟脂肪 可能 我认为 我们需要更多测试 例如 超级测试 我需要 你的血浴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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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 对 在臨床思維上發散不夠廣 然後